好那么刚才我们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同步操作 对吧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样的一个犯对链 这样的一个出对链 加一入对链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在这里面也要注意这一点 对吧 防止与这里面吞色给混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如果说你的这个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 你的入对操作要从这个磁盘当中 对啊 读取数据 翻入内层 那你主建成是不是要等待刚才的整个流程处理完吧 是我们把这里时间再拉长一点 是不是你就要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取出数据吧 对 好那这就是模拟这样过程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是不是把刚才的那个过程 把它拿到单独的一个子线程里面去进行操作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等一下呢 就通过另外一个案例 对吧 我们来模拟一下一步的读取 比如说绘画当中可以运行多个线程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一步读取 那么这个一步读取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线程是怎么去生成的 这一点在我们Tons of Velo当中 并不说我们通过什么前面讲过的 哪些线程的库啊 比如stranding 是不是也是线程库吧 那这里面的库能不能用啊 不能用 因为它是一种伪多线程的 对吧 好那在这里 我们开启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虽然叫对立管理器 但是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 创建线程的作用 能理解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创建这样那个对立管理器 它就是创建线程的 我们看一下 Queen Runner 对立管理器 在我们的chain下面 Queen Runner 里面有第一个参注 Queen 就是说这是你刚才定义的那个对立 刚才我们定义的什么对立 第二个参注非常重要 Inqueen OPS 添加线程的对立操作列表 也就是说这里指定的是 你开启几个线程 这些线程去做什么操作 那怎么去写呢 就是一个列表 然后乘以一个二 就指定是两个线程 乘以一指定一个线程 当然如果你指定对吧 比如说我指定一千个 那怎么办 它只能达到一个最多 对吧 你一个这样你CPU 你只能开几多个线程 也就达到一个顶顶峰 那这个地方 这个列表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列表装的就是 你的线程将去做的这些操作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比如说啊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指定线程去运行它呀 是不是你只要把某一个操作传进去就行了 哎 这你就不用管 它就自己线程干嘛 自己线程干嘛 就是自己去执行这个操作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指定你的线程做什么操作 你开启几个线程去进行这个操作 能理解吗 好 那还有一个方法是 当你创建好这样的一个 Clean-run的之后 还不够 你还真正得干嘛 在session当中去创建线程 去指定绘画给这样的一个入地操作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定好了 这个线程没有去定 没有去创建 也没有去做 你只能在session里面去干嘛 create a thread create a thread干嘛 所以就创建线程去做 你定了两个好 他在这个地方就去创建两个线程去干嘛 是不是执行这里面的操作 我们刚才准备传进去的操作 他就去执行了 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管干嘛 是不是你自己主线程该干嘛 干嘛了 是不是就够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create a thread就是 创建紫线程 让他去执行刚才指定的操作 没了 这里就是自动的 当然这里面有些参注 session 括的 这个参数我们先不管 等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参数 他干嘛用呢 这个我们不管 然后有一个start点false start点tree 默认fal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start点false的话 就是说你必须得通过start去启动 如果start点tree 就是说 我创建了这个线程 线程就直接去运行了 就紫线程直接去运行操作 那理解吗 那也就是说 你在绘画当中 是不是 前面这一步 前面这一部分 是不是你不用再自己去做了 你只要开机子线程 让他去做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只要做的是去对立里面取数据就行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够实现一步了 因为有多线程了 我们就能实现一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创建一个队列管理器 然后呢 我们去创建线程去执行 对吧 去让他去执行 或者说开启线程去执行 那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任务呢 我们这里就改了一下目标 对吧 我们要实现一个一步操作 一步操作什么呢 比如说啊 我定立一个队列 我定立一个队列 然后呢我这个数据呢也不是这些数据了 我让子线程呢 就相当于是读取数据一样 读取数据一样 我让他干嘛呢 子线程在这边 在这边 他一直不停的去放数据 就相当于从文件里读取数据一样 我一直不算的放出去 能力就 哎 我比如说 放 比如说啊 放了一进去 对吧 然后呢 再放一个别的数据 比如说我再放 对吧 每次呢这个加一下 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再把二呢 翻进去 然后呢 再把三 放进去 对吧 比如说在这样 好 一直不停的往里面放 往里面放 往里面放 那我定队列 对少多少呢 比如说你五百个 或者说 一千个 对吧 或者说一千个 都可以 那又说 子线程是不是就一直不断去往里面放了 那我主线程干嘛 是 我就只要里面 队列里面 是不是有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取了 哎 我的主线程 主线程 哎 当这个队列 我一发现 有一个数据了 我是不是就立马就可以取了 当然这里我们还没有批次的概念 对吧 我等到他翻一百个数据 我才取 这种后面再说 哎 比如说他一一个数据 好 我立马就取了 他现在一直不在那里放吧 这里是二 三四 比如说他已经翻到十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从啊又取再来取再来取 是不是这样过程 是不是这样过程 所以我们要模拟呢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子线程呢 他不停的往里面翻出去 对吧 他就管的就是从文件当中读取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 好 读取之后放进去就行了 我主线程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印象了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一步的过程 有没有说必须等你子线程把所有的或者是所有的一万个数据一千个数据放进去 你主线程才能去取 没有说啊 这个地方是你一放出就可以取了 啊 我们要完成这样的操作 好 那我们要完成这个操作呢 我就拿这个例子 对吧 我们换一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呢 要模拟的就是一个一步的过程 我们现在只是模拟一步的过程 模拟一步 处理数据或者说放数据吧 啊 放 读取样本吧 读取样本 然后呢 存入样本 然后呢 读取样本啊 这个呢 是子线程干的事情 我们这个呢 是主线程干的事情 好 那就这样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干嘛 首先是不是应该先还是要对定定一个对列吧 这个对列 我们假如把它放大一点 对吧 让它不停的往里面放 好 第一步 定义一个对列 定义一个对列 然后呢 我指定 比如说指定啊 一千个 就指定一千个 诶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一直不但钱 当然钱的一千个是不是就满了吧 诶 你就填不了 等他一拿一个 是不是就少一个再填吧 好 定义好之后 我现在要干嘛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搞一个值 然后往里面放吧 往里面放 然后呢 我不停的把这个值一起一直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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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里面放 好 那所以 我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我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要定义紫线程要干的事情了 诶 第一 紫线程要做的事情 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比如说这里面把一个占量值对吧 把一个值 他干嘛 加一 不但加一 循环的对吧 循环的 循环的 循环的不但加一了 然后放入对列当中吧 这是我们紫线程干的事情吗 哎 所以我们要 第二不要定义紫线程干的事情 好 这里第三步 是不是 如果说在之前 是不是你自己把这个东西去运行就行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多一步什么 是不是定义紫线程的 呃 定义这样的对列管理器啊 定义对列管理器OP 这个干嘛呀 这个管理器干嘛 是不是 要指令紫线程做什么事情 现在这些操作是不是紫线程做了 是要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要 做的事情 不是紫线程已经要知道做这个吧 他要知道 紫线程要知道自己做什么 是不是通过你这个对列管理器来指定了 对吧 是不是这个参数 incoinops去指定了吗 哎 所以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 incoinops指定紫线程干的事情 好 所以指定紫线程该干什么事情 对吧 多少个紫线程 或者说先是多少个指定 多少个紫线程 还有紫线程该干什么事情 好 那么这是第三步 那定义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来开启会话了 好 首先呢 我们这个会话呢 先pass对吧 好 第一步 那我先定一个对列 对吧 对列的定义还是一样的 tf fi fo q u e e 好 那我定义1000个数据 每个数据呢 我假如说的必须指定是load tf.flow的3 然后呢 返回一个打型的q 这个q就是你定义的对列 那接着我要干嘛 接着是不是定义紫线程该干哪些事情嘛 那这个事情呢定义好 然后让指定紫线程做什么 对吧 先定义 我们都要做什么事情呢 在这里我们定一个值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值加1放到对列当中 是不是就相对于这个过程嘛 对吧 你就从前往后的一步一步的去做 这情况 是不是有依赖性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定一个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 var等于什么呢 tf.variable var vile 然后我给这个变量的值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0.0 可不可以啊 我让它处置是0.0 然后呢这个数据类型呢也是一样 float 看一下我们的类型呢 dtype dtype 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去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你指定一个呢 好 当你指定好一个变量之后 干嘛呀 是不是要把它加1吧 你不是每次要加1 注意了 那如果让它递增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如果说你var 2加1对吧 这是一个重载的操作 好 我返回一个data 是不是 我现在要干嘛 是不是 q.d q.d inqueam把这个data放进去 返回一个inqueam的这个 是家里把一个东西加1了 然后再放进去 那这个过程 这个var 是一直在增加的吗 你var加1是不是这个data 跟这个var不是一个东西吧 能理解吧 它是一个东西啊 肯定不是 它都是一个加法的op的 它是一个变量op 能是一个东西吧 所以我们看 tensorflow里面东西一不一样 非常简单 就看这个op 是不是先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到底是它自己本身 还是什么吧 你看这是什么op啊 加法op吧 那这里是什么 变量op 两个op名字都不一样 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不能简单的 就var加1 就得data翻进去 因为你下次再加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0.0加1点1 再加还是0.0加1点1啊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实现一个自增 对吧 实现一个自增 自增相当于是 我把本身这个y 和外改变一下 加1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东西 叫什么呢 tf.assign-add add是什么 是不是tf.add 帮你某个值 加一个某个值 然后返回一个新的add op 这个值是一个新的值 里面是一个值 对吧 这个op里面是个值 那这个assign 就相当于是把本身 进行加1 然后返回到这个值 还是它本身也自加了 你理解吗 本身也自加 好 但是注意了 assign-add 反回到这个东西 跟y一样 也不一样 因为你是一个assign-add 的op 你是一个variable 只不过这个步骤 干嘛 哎 比如说我们先写上 assign-add 好 assign-add 我把wire呢 加上一个 比如说每次加一个1.0 当然你也可以用 为了这个专业点 对吧 你就可以写上 这样一点 对吧 const 1.0 都可以 对吧 好 那我加上之后 返回了这个data 是不是我要把这个data 换进去 这个data 跟wire是一个东西吗 还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它的作用 assign-add的作用 就是说把wire本身的值 把它变了 能理解吧 变了之后 变1.0了 下次再加 是不是变2.0的话 下次再加 这里3.0 它本身也变3.0 好 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这样一个数据量 已经不停的加1 好 加数据量 接下来 这些操作是不是定义好了 那我们这些操作 实际上谁执行啊 是主线程执行吗 不是吧 所以我们要让紫线程就出行 所以对列管理器是专门定义紫线程的事情的 好 在我们的tf.train.qrunner 好 qrunner对列管理器 tf.train.qrunner 好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 我是什么对列 对吧 你紫线程操作哪个对列 是不是要告诉我 对吧 指定 紫线程要操作的是这个对列 然后就是inqueenops 这一步 那这一步是不是定义 紫线程至于哪个操作 那进行哪个操作 是不是进行另一个就行了 是吧 他有依赖性吗 因为依赖他 data依赖他 y依赖他 但是y依不依赖他 不依赖他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还得把它这个东西传进去 让他自己去紫线程进行出手画 好 那inqueenops 就是说我紫线程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只要注意到一个列表 inqueen 是不是就是定义 你这个紫线程要做哪个操作 是不是执行这个操作就行了 当然 如果说你有很多操作要做 比如说你有几个线程要做 比如说再来一个op1对吧 再来op2 再来op3 再来op4 好 你现在指定了四个线程去做 那这四个线程干什么事情 你能控制得住吗 我们说了 线程是有随机性的吧 他想要干什么事情 你拿不住的 你无法控制线程去做什么 对吧 当然 所以说即使在我们的这个web项目里面 或者在我前面的这些 parallel里面 我们通过鞋程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鞋程能够自动的去控制 因为我们的多线程虽然不是一个多线程 对吧 他是不是也可以切换 多线程能不能去切换呢 这个能知道吗 多线程 多线程是可以自动的去切换一些任务的 但是他这个切换随机 非常随机性 对吧 所以我们parallel当中就出现了一个鞋程这样一个工具 对吧 或者说记忆问的 记忆问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切换的吗 但我们可以指定他这样一个切换到哪一个 就是你指定哪一个函数 是不是他自己切换到哪一个函数 但是这里你不能指定说 我这个这个线程该干啥 这个线程该干啥 你是控制不了的 能理解吧 线程你是控制不了的 它是cpu去控制 啊 这里要记住一点 好 这里假设说我们就指定一个或者两个吧 当然两个一个都一样 对吧 他都是问题做这个操作 只不过这里面就涉及了两个怎么去做 一个怎么去做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呢 返回的是一个对列管理器op 比如说叫qr 好 定义好了 定义管理器op定好了 那接着是不是我可以通过在这里面去做了吧 那首先第一步不要忘了 初始化变量吧 啊 初始化变量的op 以后我们提到这个变量 就不要与张量混少了 变量它就是一个op吧 哎 名字是变量op 里面的值是什么 是一个张量 好 如果我打印的这个qr 他这应该打 打印外应该是什么 是个tensor吧 我们之前说了吧 比如说你定一个constant的 虽然它是一个op 打印出来是个什么 是个tensor值啊 tensor类型的值对吧 但是如果你打印qr 它还是一个tensor吗 就不是了 因为它这里面是不是装数据啊 不是一个数据吧 而是定了一些操作而已 所以当你打印 inqr的时候 它都不是 等一下我们打印出来看一下啊 好 好在这里我要定一下初始化变量的op 比如说叫initop 等于tf点 global 直接拿过来吧 把这个global variables 好 我们初始化这个变量op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第一步就要初始化变量嘛 初始化变量 好 session 点run initop 就行了 这是第一步 对吧 第二步 我们要干嘛呀 直接就去运行什么 比如说主线程就去运行取对类数据了吗 不行 因为我们线程有没有开启啊 没有开启 是不是 要在这里真正的开启 子线程 让它去做吧 你现在线程还没开呢 因为线程开始 它是必须得在绘画里面去做 因为绘画呢 它是掌握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个资源啊 开启子线程 qaudient create a thread 刚才我们的这样的换 create a thread 第一个 指定session 好 就是我们的session就行了 第二个 参数我们先不管 第三个就是could 第三个就是start 就是说 如果我started in false 这线程有没有开 还没开 那所以我们要指定true 比如说在这里 子线程已经开启了 就生成一个子线程 让他去做这个操作吧 甚至两个子线程 让他做这个操作吧 对吧 好 那我们接着返回一个thred ads 好 返回了这个threads 注意了 这个地方返回了这个threads 后面是可以有作用的 那我们先不管了 那接着 子线程是不是已经去进行他的一些业务逻辑了吧 那我主线程干嘛 主线程去不断的去读取吧 读取数据 训练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这也没有训练是吧 可以 我们这个地方不循环i in range 比如说我循环个300次 循环300次我不断的去取数据怎么取啊 运行取数据怎么取 是不是q点d queen是不是就可以了 运行这个op 每次的运行这个op是不是就取数据了 对吧 当然这个queen呢 这个q就是这里的q 对吧 是同一个q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定义好了 子线程该干什么事情 好 很清楚 子线程该干这些事情 好 我已经用对立管理器定义好了 那接着开启子线程 是不是这几步是固定的吧 当然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到这些案例呢 其实在我们读取文章当中都是不用去做的 你不用自己干嘛 定义对立干嘛干嘛 对吧 这些在后面的api当中的都是已经分手好的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那看一下这里报了一个错 先不管 等一下我们会有解决方法 刚才知道这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放进去了 是不是放进去了 但是他不是一放进去 二放进去三放进去四放进去 是不是他有一个随机性吗 比如说他有可能执行了一 然后 此时正好又把这个再加一再加一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翻到对列里面 这线程执行有随机性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没办法控制他 所以对于这个结果啊 不用去深究 对吧 我们只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呢 正常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子线程现在干嘛了 子线程干嘛了 现在 只要当我的程序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主线程运行到这时候 还不是一个异步的操作 好 现在运行到这里 是不是立马就开启子线程 子线程干嘛 是不是去 入这些数据啊 然后主线程干嘛 是不是取数据啊 直接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 我直接就不用做了吧 主线程直接去取数据 是不是很快 是不是很快 只要你翻五个数据 是不是我就可以取 翻一个数据 我就能取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涉及到文件 当我去文件里面 读取一个样本 一百个样本 是不是我翻一个样本 我是不是就可以训练了 哎 这个地方就是 异步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提高了速度 不用你把所有的数据 都读到那些当中 对吧 所有的样本都读好 然后我的主线程 再去训练 而是读取一个样本 你的主线程 就可以去训练了 是不是就像你 不断的训练 不断翻出去 不断训练 不断翻出去啊 哎 这个过程就是异步 能够提高我们的速度吧 哎 这个地方就能提高速度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 实现一个异步的 这样案例讲完了 那目的是干嘛呢 其实不是说 不是说让大家掌握 这两个东西写法啊 而是要掌握什么 这样的一个思想 在我们这里对吧 我们是可以异步 在TensorFlow当中 因为有多线程 是可以异步的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理解吧 好 那么这里刚才 是不是报了一个错误 这报了一个错误啊 他最后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错误 自己找一下 这个内容是在哪里 看一下 这个错误是什么 意思 Cancel的Aerror 是吧 就像那是一个 被停止 或者被终止的一个操作 对吧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或者说你能说出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Operation was cancelled 是不是相当于 好 在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 看一下 我来写这样的结果 当我们主线程执行到这里之后 对吧 主线程去干嘛 开启个子线程去做了吧 然后主线程干嘛 取300次 好 现在主线程300次取完了 他干嘛 是不是结束了 结束了 然后呢 绘画是不是也结束了 绘画结束了 子线程还在干嘛 还在跑 但是 你没有这个session 是不是你没有对列资源了 吧 session是不是掌握了这些资源的示范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一结束 对吧 我的主线程 主线程结束 主线程结束 意味着 意味着 session 关闭 session关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资源释放 资源释放了 你的子线程还能够动这些对列吗 他就不能动了 即使这些子线程还在进行操作 但是没用了 你的资源已经被示范了 你是不是没有资源操作了 我只能请就只能报个异常了 对吧 子线程你不该进行操作了 这些东西都已经示范掉了 对吧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去管这个子线程 子线程 所以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操作 是不是有一个之前 我们这个试验程里面 是不是也有回收的操作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要真正的去回收这些子线程 我们要管理好这些子线程 我结束了 你就没必要再去做操作 我训练都结束了 你还去进行操作干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子线程还在做操作 但是资源已经释放了 能理解吧 资源释放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第三个概念 好 注意到第三个就是线程协调器 它就相对一个什么呢 管理线程的 能理解吧 就是一个管理线程的 线程管理员 实现一个简单机制来协调一组线程的中指 好 那这里面有一些参数 request stop should stop join 以前是不是也就是用join 这是一样的 对吧 就相对对列因为inquean decquean 等待现成终止 那这个地方是回收啊 其实是回收现成 这个地方呢 是在请求你停止 这个是什么 要求停止 也就是说这里面 呃 我就说我结束之后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子线程任务非常重要 你是不是要询问一下 你有没有结束啊 结束我再回收你 如果你没有结束 说我要等你啊 如果说你子线程完成的东西不重要 就是说我 我结束了 你干不干无所谓 那时候我就直接强行把你停止了 这这两种 东西啊 所以这两种情况 就是对应的 哎 你是request的 还是should stop 对不对啊 当然一般我们在这里 主线程运行结束 是不是子线程可以长情 让他停止了 不让他停止了 因为他会不断的去执行 我们没有限定时间 也没有限定东西吧 对吧 当然他往对列里面放满了 是不是就没了 是不是就不执行了 当然这个不执行不代表 他已经要退出了 好 那这地方我们要用的就是 先问一下你的 这个对这个子线程要不要停止啊 一般我们就直接请求他停止了 然后是不是要回收一下资源 是吧 我们对线程的协调器 线程管理员呢 就要去做这样的操作 好 那第一个could呢 我们刚说了 create stress是不是有一个could 是不是有一个could的参数 那也是说 我是不是要指定 哪些线程 是不是我要去回收他 别说 我要指定这个线程协调员是哪一个吧 所以在这里 开启线程管理器 tf点 trane点 coordinator 相当于是管理的意思 好 返回一个could 那这个开启 这个是谁开启啊 是不是主线程开启了 那也是说 相当于是告知这些子线程 你们的回收的老大是这个人 对吧 是这个人 好 你们回收的 哪个人说话了 你要听 对吧 对吧 这个老大是他 好 所以老大在结束的时候 回收你的时候 是不是要听话 对吧 所以could 先询问一下 或者直接强行截止吧 could点 request stop 对吧 然后呢 could点 哎呀 join 是不是就可以回收了 这是回收了 先问你停不停止 对吧 然后呢 停止 然后呢 我们就回收 现在就是这里返回的就是现成 这里就是回收的现成 那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对吧 我开启现成管理器 好 我告诉你们的老大是谁 这些子线程 两个子线程 他的老大是破的 好 现在老大回收你了 是不是你就要去听话的 就去被回收吧 好 这就是这样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就等到他这样结束啊 是不是就没了吧 是不是结束了 哎 这样结束 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就写完了 没有报错 对吧 就说明 就是因为刚才没有去进行回收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一步执行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感谢观看